手游酷玩 我在很久之前我的梦想 就是做这个工作 这个梦想好像跟大家小时候 什么当科学家当宇航员 都不太一样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工作贼爽 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心情不太好 上班再下班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但是现在也是很少用这种方式了 怎么说呢 反正我之前看过很多新闻 因为现在我国也是开始普遍建起楼房 郊区地区和边缘地区 这个平房越来越少了 还有农村现在也一般都是以楼房为主 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很多年前出现的这个钉子库的问题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 如果能住楼房 应该是没有人会选择住平房 因为平房其实有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虫子太多 因为我家也是就是有家里人 原先是住那个平房 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能看到那个虫子满天飞 但是后来想了想 其实 咱仔细一想吧 他那个地方住了好些年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点舍不得也挺正常的 但是你不能以舍不得作为借口来防碍人家 进行正常工作 而且政府也是有补贴的 政府又没说我给你拆了就拆了 然后我不给你钱 这不可能 这也不太符合这个我国政府的这个做法 而且怎么说呢 就是钉子户这个行为其实挺吓人的 因为钉子户一般都是 就是眼界把附近都拆了 然后就他不搬走 但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的地级 其实已经不稳定了 你要长期在那边住 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万一哪天旁边塌了影响到你 你说这个责任是算谁的 这也是 我就没太想明白那些钉子户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感觉还行 这就是国家的相当于一个免费福利待遇 就给你点钱 然后你自己基本上不用添太多钱 就能再换一套房子 这不是挺好 那这个游戏也是一个假小游戏 叫做廉家骑士 这个名点奇怪 要是我给这个游戏起名 我就管它叫做拆线办骑士 这个真是挺爽 挺简压 我自己玩了好几把 我就感觉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游戏叫做廉家骑士 是一个解压三星小游戏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渴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渴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